刚才我们看到在Python的互动环境里面 使用Python import一个request的模组 然后我们可以把指定的网页给抓下来 是把网页的原始码抓下来 然后用print那个function呢 就可以把它稍微好看点的印出来 所以现在萤幕上看到的就是 中央大学首页的原始码 只看最后这几行 刚刚我们看到倒数第二个尖刮号是写的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尖刮号写的是斜线html 假如我们只是把原始码打开来看的话 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也不需要用Python来做 用Python做只是希望等一下比较快速的可以自动化 然后而且我们也比较方便就在Python里面 针对这个网页的原始码做些什么 假如只是要看到一张网页的原始码的话 在Chrome里面就很容易办到了 像我们现在看中央大学这个首页嘛 只要把滑鼠呢放在这个网页空白的地方 重点是不要放在有连结的地方 也不要放在图片的地方 那按一下滑鼠的次键 滑鼠右键 你会看到一个选单 这个选单的倒数第二个选项 就是看到这张网页的原始码 我们把它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开一个新的页签 原来的网页还在的 只是原始码会表现在另外一个页签里 这是原始码的你看左边有line number 对不对 这是它第一句指令 第二句指令 第三句指令 刚才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前面的指令 拉下来我们拉到最尾巴 一共有341行 但是最后一列是空的 倒数第二列呢 就是我们刚才在html的环境里看到的 倒数第二个尖刮号是长这样子 最后一个尖刮号呢是斜线html 倒数第三个尖刮号是斜线body 在这里也是一样斜线body 由此可见啊 如果只是要看到原始码 一点都不稀奇 也不需要用python这个程式 很轻易就看到了 重点是我们不是只是要看原始码而已 我们是想要把那个档案拿下来做点事情 那这样的话可能用python来拿原始码 就会比较方便做后续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教会html的这个注解语言 但是为了随后要处理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概念 这个注解语言 就是前头解释过 要把我们真正要印出来的文字内容 比如说天地人正能量 还有就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这些事 那刚刚我们看到文字在这里 对不对 天地人正能量 然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这些是真正显示出来的文字内容 那么注记语言就是说 把真正要显示的文字内容和注记 就好像你现在要想象 这个有一个编辑 他拿着那个微微粘性的标签 把一篇要印出去的文章贴的到处都是 然后他贴在你的文字内容上面 注记着说这里要做什么事 那里要做什么事 那因此他贴了标签 所以这个html这个语言 它的指令通常就称为标签 英文是tag 我们就称它做标签 绝大部分的标签 当然标签就是一个字串 比如说h1 h2 h3 还有p还有什么什么 等一下我会看到 他大部分的标签都是有头有尾的 假如是有头有尾的话 他会用同一个字串做标签的头 没有一个标签的名字叫tag 我只是拿tag在这边当作例子而已 那用同一个字串前头有一个反斜线 当作这个标签的尾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几个尾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html的标签 然后前面有一个斜线 代表它是代表html是一个标签的名字 然后它会有头有尾 头的话就是没有斜线的那个html标签 同理body也一样 body也会有一个头有一个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尾 那头在哪里呢 就拉到最前面去 你会看到头在这里 这个是body 好 那html的头在这里 好 这里看到像body的头 这个标签的头 就是放在尖括号里面就结束了 像这个head也一样 放在尖括号里面就结束了 可是有一些标签 是可以下参数的 而那个参数呢 是我们以前说过的key pair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参数值 和一个参数名 参数名又称为key 就是一个好像检索的索引一样 像html 这个标签 它就放了两个参数 参数用空白隔开 一个参数的名字叫做xmlns 另外一个参数的名字叫做class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管 只要知道 它们不是真正要给读者看的文章内容 所以只要放在标签里面的 包括这个尖括号本身 全都是应该要删掉的 全都是应该要删掉的 因此呢 从最前面的那个地方 一直到 一直到 可能 很多很多 其实都是要删掉的 包括你现在看到 有国立中央大学官网首页 这里还有一个国立中央大学 这里还有一个国立中央大学 其实它们都是要被删掉的 因为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国立中央大学做例子 它并不是真正的内容 你看再仔细看看 它是写在这个 叫做A的标签里面 所以不要以为看到了中文 它就是文字内容 那这里还有一个 国立中央大学 它也是写在标签里面 它是写在标签里的 一个参数的值 所以它仍然属于标签 标签的参数 并不是真正要印出来的东西 这个才是 像这个English 它就没有写在标签里 还有教职员 它没有写在标签里 学生也没有写在标签里 这些才是真正要让读者看到的内容 那么刚才我讲 大部分的标签都会有头有尾 那在这中间呢 就是那个标签所成的区块 有点像我们写Python 语言的时候有for回圈 还有if else的这个区块 有的时候 这个tech的区块呢 是真正的内容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呢 这就要知识了 就是要学会HTML语言 才会晓得 那只是我现在拿原始码 来给各位同学看看 两个主要的例外 像是这个地方 Script 这是一个标签 然后它对应的斜线Script 是标签的尾巴 紧接着它又开始了另外一个Script 一直到这里 这个标签的尾巴 在这里出现 因此我们至少看到了两个Script的区块 第一个区块 我想大家应该现在已经看得 有点看得出来 这是某种程式语言 显然不是Python 是某种程式语言 那么另外一个区块呢 也写了这一堆东西 显然也是个程式语言 所以并不是说 放在区块里面的都是内容 那因此呢 我刚才说 我们将要把所有的标签都消灭掉 都删除掉 这虽然对 但是它不完整 就是说 比如说这里 我把Script跟它对应的 这个斜线Script都消灭掉之后 这个区块却留下来了 而这个区块显然不是文章的内容 不是这张网页的内容 因此有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Script的头 一直把它删除到Script的尾 同样的道理 前面还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一个叫做style的标签 这个style的标签 后面还跟着参数 所以style这个字 后面不是马上就用大于符号 来结束这个尖刮号 它还放了一些参数 但是作为尾巴的尖刮号 它一定没有参数的 尾巴是没有参数的 所以只要看到斜线style 它后面不会有空格了 它一定就跟着一个大于箭头 所以style这个标签 所对应的区块也一样 虽然它看起来是文字 但是并不是网页的文字内容 而是一些程式 因此呢 如果看到了style这个标签 也是一样 要把标签的头 一直删除到标签的尾 除了这些例外 大部分呢 的确是从标签头 到标签尾之间的那个区块 是真正要表现出来的内容 比如说A 这个很简单 只有一个字母 是一个标签 然后它跟着一些参数 有没有看到三个参数 然后这个标签 开头的A这个标签 结束了 那斜线A这个标签在这里 它中间夹的区块 就是图书馆三个字 这三个字确实是文字内容 将会显示在 将会显示在浏览器上 让我们看到的 那么刚才说的 这个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也是一样的 它在一个很简单 叫做P的标签的后面 然后在斜线P这个结尾标签的前面 因此从刚才P的开头标签 一直到斜线P这个结尾标签 是长长的一列 就是一个P标签的区块 这个区块也确实就是文章的内容 了解到这里之后 请不要担心 我们这门课 本来应该要把同学带到 可以写出一个Python的function 让那个function 把所有我刚刚说的 那两大类的标签 就是有一些标签 只要删除标签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标签 要把标签的区块一起删除掉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我们恐怕时间不够吧 目前把这一支程式当作作业 恐怕是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昨天呢 我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帮同学写好这个function了 我把这个function放在NLP 你可以不用放在同一个资料夹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话放在NLP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取的一个模组的名称 或者套件的名称 叫做shann 就是我的名字 这支程序 里面放着大家一起都写过的某些function 这是我要给大家看的 一个新的function 叫做striphtml strip就是拨掉一些东西 那html我们现在懂了 它是这个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所以striphtml就是要把markup language的标签全都清掉 尽量清干净 让它剩下来的就是文章的内容的那些文字 这个function蛮奇特的 这个function定义了一个inner function 就是function里面又定义了一个function 因为我这个function 这个striphtml这个function 要有一些事情要特殊的处理 就是我刚刚说的 像script像style 那些要把标签的区块 全都清除掉的那种清理的方式 我写成了一个内部的function 使得remove tag 移除标签的这个function 写在我的striphtml的function的里面 那striphtml这个function在哪里结束呢 你要找到它的return在这里 第79列 所以这个function包含注解在内 我写了79列 另外还有一个function 是我们过去做作业一起发展的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想象 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要一起做出这个模组 或是package 所以我才会请大家都写 它的名字叫做mypackage.py 是希望说借由小考作业 这些过程 还有在课堂上面的练习这些过程 把一个package给做出来 这个package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用 然后也是伴随着这个课的发展 像这个isnumber应该你们还记得 就是检查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数字的字串 其实我们以前还写了一个function就叫做strip 就是要删除掉一个字串 头尾的连续空白 其实它是一个练习而已 它不值得被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在strip这个在字串class里面 已经提供了一个叫做strip的方法 而且我原先也不知道 后来实验一下 我发现这个方法可以处理全形的空格 也就是英文的半形空格 跟我们中文的全形空格 它都会消灭掉 如果再投尾的话 所以其实python内建的strip这个方法 已经非常好了 满足我们的程式需求 因此我们也不需要另外再写了 所以到现在呢 在我们自己开发的function里面 目前只有isnumber值得留下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值得留下来 就是请你们在第四份作业去发展出来的内置程式 我就叫那个程式zh zh是国际间认为我们繁体字的中文的代码 我叫这个functionzhnum好不好 然后输入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呢 应该是一个只有数目字 可以通过isnumeric 那个python的method的那样的一个字串 也就是不能有负号啦 不能有小数点 就是一个非负整数的字串 给了这样一个字串以后 这个程式要回传 要return一个中文大写的数词 我还在等各位同学 把这个程式完整的写好 然后就会加入到我们一起开发的 小小的package里面 现在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striphtml在干什么 前面这个地方呢 有所谓的darkstream 就连续三个引号 那三个引号 连续三个引号当作darkstream的开头 连续三个引号当作darkstream的结尾 我写在这里 连续三个引号 称为darkstream 为什么叫dark dark不是博士的意思 是document的意思 就是注记文件 它用在哪里 我马上就表演给大家看 其实它就是此方选的说明 简要说明 其实也可以很不简要 因为darkstream的特色就是只要有了开头 另外一次出现连续三个双引号 就是结束 在开头到结束之间 可以写任意多文字 包含空列 就是你可以按enter 有几个空列都可以 甚至于可以有一些缩排 对齐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darkstream里面 为这个方选写很多很多的说明文字 所以这里是我为我们的strip.html 写的说明文字 然后这边刚刚我说了 它就是为了要把一个tag的开头结尾 还有中间整个block 全部都删掉的那个功能 所写的一个内部的函式 所以它叫做inner function 所谓inner function 在这个方选的外面 是不能直接呼叫的 只有我现在这个方选才能够呼叫它 那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特殊的功能 并不需要放到别的地方去 它没有什么一般性的功能 就是在我现在的strip.html的这个函式里面 有必要重复使用 如此而已 所以我并没有打算把它放到外面去 strip.html这个function里面的真正第一句话 第一个指令 是这个指令 就是要把输入进来的那个字串 其实现在你要想好 那个字串 就是整个html网页的原始码的档案 第一句话是把所有的英文字都变小写 这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html里面 tag是大小写不分的 其实是这样 但是我等一下的程式 要搜寻一些tag的自串 我要用string里面内建的find的那个method 来找一些自串 那如果它不是全是小写的话 我不是很麻烦呢 比如说我要找body这个自串 比如说这样 那我岂不是要试试看 有没有body全是大写的自串 也许我还要试试看 有没有大写的b小写的ody的自串 因为每一个网页的设计者 他的习惯或者是风格可能不一样 他可能就喜欢写大写 所以是蛮麻烦的 所以我就干脆吧 先花一点时间 把整个string全部扫一遍 把所有的大写英文字母 统统变成小写了 这有一个缺点 这缺点就是 我不分是标签 还是文章的内容 只要是英文统统变小写了 这当然是个错误 因为也许是文章的内容 需要出现英文 然后比如说English 英文的那个E应该大写 但是因为我们将来 主要是要抓网页下来 处理里面的中文 那我的目标是做中文的文字处理 因此那个英文就算了 不要管它了 更何况将来我们抓的网页里面 可能英文也是占的相当的少数 所以它有一个副作用 我有把这个副作用写在这里 写在前面的DarkStream里面 提醒大家注意 假如要避免这个副作用的话 那这句话就要展开来重写 其实也没有多难 就是要知道现在的字串 是在Tag的里面还是外面 我只把Tag里面的英文全部变小写 Tag外面的就不要动它 那样就行了 我相信再花10分钟左右就可以写出来了 但是就不想动它了 好接下来呢 我就是把Body这个标签先找出来 我们只把Body的整个区块 就是从Body的头到Body的尾 我们只把这个区块拿出来做处理 其他的都不要 那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中央大学的这张网页来说 Body从这里开始 前面呢 其实都是一些所谓的metadata 你不要再学了好了 反正前面都是绝对不会显示在网页上面的东西 那我们中大的这张网页在Body结束之后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其实是不好的风格 其实这个风格并不好 应该不是我的学生做的 在这个后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 告诉使用者说 我们中央大学的地址在哪里 像这些话 国立中央大学版权所有 然后我们中央大学的地址在哪里 然后总机在哪里 然后各种电话号码 如何联络我们 所有这一些 就好像是一个签名榜 就当你寄email的时候 这封email的签名榜 就像你的名片一样 它不是你的email的内容吗 所以它不应该放在Body里面 因此当初的注记语言 HTML的设计就已经设计好了 Body才是这张网页主要的内容 在它的前面有一个档头 在它的后面还有一个结语 档头呢 就是写一些 比方说 刚刚我们看到 国立中央大学这张网页 出现在Chrome的页签里面的时候 这个页签的名称 你有没有看到 写着国立中央大学 它怎么知道的 那就是因为档头里面说了 还有国立中央大学这边 有一个小小的校徽 他怎么知道的 那也是档头里面说的 我弄给你看 就在这里 叶谦怎么知道 他的标题是国立中央大学 因为这边写了嘛 他说这张网页的标题 叫做国立中央大学 还有呢 那个三角形的校徽 其实就是在这里 这就是那个校徽的档案 被Chrome拿来印在标签上 就像现在上面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其他 我们现在不认得 暂时也不要去管他的东西 这些通通叫做档头 那么相对来说 每一张网页呢 应该有它的结尾 其实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边 这整个现在被我反白的区域 应该要是档尾 它应该要放在 body这个区块结束之后的外面 但是我们学校的首页 没有这样做 那也不管它啦 反正我们现在 我们的程式呢 就是只取出body的内文 我们只认为 在body这个区块里面 才是这张网页的内文 接下来 我就要用刚刚的 那个inner function 那个内部的函式 来一个一个的删掉那些 它的block里面 可能包含 不是文章内容的那些标签 所以其中一个 要这样删除的标签 叫做script 另外一个要 像这样删除的标签 叫做style 如果以后我们还发现 有其他需要删除的标签 我们就写在这里 最后呢 这一段区块呢 就是把所有的标签都删掉了 你想想看 我不能先做这件事 如果我先把所有的标签都删掉了 我就找不到script标签的头跟尾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script的区块 就不可能被删掉了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的文字 是属于script的区块 所以一定要先把那些特别需要删掉区块的标签 都先删除掉 然后才能够一口气把其他的标签全部都删除掉 最后这个比较难解释 我就不解释了 再来后面也没有 好 这其实是主要的城市的难点 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也不解释了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列一列的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一列 就是只要在原始的档案里面有折到下一列 那我就尊重原始的档案的设计 就一列一列的把文字内容印出来 像这个校纸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空列 我刚才的城市就是会把所有的空列通通删除掉 还有就是一列的前面如果有空白的话 像这个 那我也会把每一列前头的连续空白都删掉 所以这一支城市 strip.html将会放在上.py档案里面 寄给大家 因此这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检查点 当你上课到这里 请你写一封email给我 跟我说要我寄给你上.py这个档案 然后你才能够使用这里面的strip.html这个function 假如你已经从email收到了 上.py这个python的原始码档案 应该要晓得怎么样把它从email里面拿出来存档 存档之后呢也要放在一个 你放着其他python相关的程式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在那个资料夹里打开文字操作界面 这些应该是这个学期到现在 我们每个人很能够操作的事情了 现在我的环境应该是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就在python的环境里面 把刚才那个strip.html的function读进来吧 请你不要用import.shan这个方式读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读 就算你把它写成s好了 相信你不要写成s 因为s这个变数好像常常用 你也许要写成sh 好 那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import的话 你每次呼叫strip.html 你都要说shan.strip.html 这样实在是麻烦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 把strip.html读进来 我们说fromshan这个module或者是package 从那里面我们来import一个单一的function strip.html 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把一个package里面的单一一个function 把它读进来了 而这个function 我们现在来处理刚才那个 还记得吗 那个从首页抓下来的完整的原始码 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result里面的text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这整个档案 放在一个字串里面的样子了 而我现在呢需要把这整个字串放进strip.html里面 那么做完的结果呢 我们将要重复使用的 所以我还是给它一个名字吧 比方说这个名字就是s刚刚说的 我们好像很习惯用s来表示一个字串 好的现在这个字串有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按一下s 对那样可能还是不太好看 因为它的折到下一列都会出现反斜线n 所以我们还是用print吧 这样可能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一点 好这就是结果 我们看到一列一列就是原先写在原始码里面的 第一它是网页的内容文字 第二它本来在原始码里面就是一列一列的 所以我们看到校纸中央大学点点点 然后总机传真 然后再往上我们看到天地人正能量 阿里山什么什么的 然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什么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我们中央大学有一个英文网页 那英文网页有一个标签的名称叫做English 让我们可以按下去 看看网页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里好这个English是一个可以按的连结点 那但是这个English的E应该是大写 我刚刚解释过我们不太在乎它 把它变成小写没有关系 那有一些不幸不是文字的东西被抓进来了 比如说这三个冒号 我们的城市也没有那么智慧了 它不会检查这个符号是不是文字 有没有意义 我们就是把html的标签尽量的清除干净 这是刚才那支城市的目的 然后我们把网页里面主要的文字内容 全都抓出来了 那么这一份文字内容将来可以送到别的地方 或者用Python的其他的模组 来做一些各式各样的文字处理 或者是文字的分析 这些文字会有一些来说